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目前只剩下短短5天竞选期 各政党和候选人抓紧时间并卯足全力冲刺 争取选民的认同 随着竞选期进入下半场 坊间也热烈议论着 哪一个联盟或者政党会成功从这届选举中脱颖而出 带领犀鸟展翅高飞 寻求执政的沙拉越政党联盟GPS 这次是否会遇上拦路虎 沙拉越希望联盟 沙拉越全民团结党 其他7个参选的政党 以及30名独立人士 许又能成功突围 这些都是目前坊间热烈讨论的话题 莫迪卡民调中心研究员李泰德表示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在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中 应该能拿下州政权继续执政 不过焦点在于能赢下多少个州议席 尤其是在华裔选序以及盟党的表现 沙拉越在上一届州选举 以图堡党为首的沙拉越国阵 赢得72个州议席 然而沙拉越国阵在2018年全国大选后 瓦解四名前成员党 组成目前的沙拉越政党联盟 因此这也是沙拉越政党联盟主席 纳杜巴丁以丹斯里阿邦佐哈利 首次带领出征州选举 备受各界瞩目 无论如何李泰德强调 来势汹汹的沙拉越全民团结党 势力不容小觑 这是因为该党主席 纳杜斯里黄顺格本身 是沙拉越政界强人 加上党内拥有经验丰富的领袖 因此就算沙拉越全民团结党 是新成立的政党 却依然很有组织性 足以和沙拉越政党联盟比拼 同时沙拉越全民团结党 在这次州选更是上阵 70个州议席 比希望联盟的62议席还要多 至于希望联盟方面 李泰德则抛出 输少当赢的分析 他说这主要的原因 是在纪念喜来登政变后 公正党具有影响力的 沙拉越州领袖纷纷退党 导致该党在沙拉越的影响力 大衰退 甚至可能无法赢得任何议席 因而在这届选举中 主要站立还是在行动党身上 能不能守住上届赢得的 七个州议席 以及保住华人选票 沙拉越选举是我国在 新冠疫情下迎来的 第三场州选举 为了防止选举后疫情升温 各相关单位早已经公布了 投票日的选举标准作业程序 随着投票日一步步逼近 各政党候选人在拉票期间 更不忘呼吁选民在当天旅行公民义务 不过莫迪卡民调中心研究员 李泰德表示 12月18号沙拉越州选举投票率 相信不会太高 李泰德表示 根据过往记录 沙拉越州选的投票率向来是低过国选 如今加上游子会不会返乡投票 以及机票价格等等因素 预料会受到影响 因此他说 如果整体投票率能够达到65%以上 就是非常不错的比例了 无论如何 选委会早前已经表示 有信心这场在疫情下的选举 能达到70%的投票率 另一方面 明天12月14号 将是沙拉越选举的提前投票日 选委会将会设置85个提前投票中心 共有111个提前投票站 为了减少风险 到时候选委会工作人员将会使用一次性刷子 将墨水标记在这些选民的左手手指上 这个星期六十二月十八号 便是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投票日了 目前选举委员会已经寄出 17885张沙拉越选举邮寄选票 选委会促请所有邮寄选民画好选票 以及填妥身份鉴定表格后 尽快在投票日当天下午5点前寄到各自选区选举官 同时选委会提醒选民 投票要保密不可以拍摄选票 也不能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谢谢收看五十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继续留守险试图 请继续留守险试图